这个机器人一目失航 看书的速度要比翻书还快 甚至还会下厨房亲自做饭 硕大的眼睛炯炯有神 它可不是普通的家庭机器人 而是军方研制的新型战争机器 灵活的身体可以隐藏在暗宝内 轻松击穿数百米外的坦克装甲 为了可以协同作战 科学家一共建造了舞台 可以相互配合适应各种地形 从此将改变人类战争的格局 这时远处突然乌云密布 接着一道闪电踢中了高压塔 强大的电流顺着线路直接击中实验室 所有设备顿时电光四起 无辜的机器人也是浑身颤抖直冒黑烟 令科学家好奇的是 被这种强电流击中 5号机器人居然毫发无损 甚至帮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居然可以跳过程序开始自主思考 当他们去往展会的路上时 落单的5号不巧被晕垃圾的机器 一路推进了卡车 等到科学家发现时 5号已经出现在公路上 这下着实把大家吓得不轻 因为机器人装载了先进的激光武器 稍有疏忽便会引发灾难 博士赶紧尝试远程关闭系统 结果5号给他们发来一串乱码 明显已经跳出城区开始有了自主意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军方赶紧派出大兵进行围堵 而此时的5号被一只蝴蝶所吸引 下一秒便跟着蝴蝶飞出了车外 沿着公路一路前行 这时追击的小队已经赶到 却因为目标过小 直接将5号撞到了桥下 眼看离地面越来越近 机智地她直接开启将落伞 欣赏过城市的景色后 稳稳地落在一辆美食车上 车主艾莉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家中救助了数只小动物 可对车子上多出来的5号却毫不知情 直到晚上 通电话中的她突然发现 院子内的汽车有动静 撞着胆子出门查看 整个车子发出异响 同时伴随着红光闪烁 下一秒突然自己打开 看着5号奇怪的造型 误以为她是外星人 艾莉赶紧热情地向她介绍自己 结果5号对此并不理解 只能单纯地模仿她的动作 这时艾莉不经意地说了一声前进 5号仿佛收到指令一般 跟随艾莉走了进来 琳琅满目的屋子 顿时让5号产生了好奇心 艾莉也是热情地为她一一介绍 而此时实验室的博士 正满世界地寻找着5号机器人 外星人翻阅人类的书籍 分分钟便把所有知识装进了大帽 对屋内的一切产生好奇 女主人艾莉也是热情地帮她讲解 可没过一会屋子就被弄得乱七八糟 艾莉只好打开电视 很快外星人就被电视节目所吸引 直到天亮 艾莉发现她居然看了一整晚 害怕外星人增加奇怪的地球知识 赶紧抢下遥控器 拉着她来到屋外看日出 这时一只狗狗冲着外星人狂吠 吓得她连忙后退 结果直接摔出了围栏 一头扎进了机窝中 艾莉担心地上前查看 好在她钢铁的外壳还算坚固 这时艾莉发现底盘上刻着机器人5号 原来她并不是什么天外来刻 而是本地一家工厂的产物 想想自己还把它当成高级物种 越想越气直接给工厂打电话 让他们将机器人拉走 正为此事忙得焦头烂额的军方 听到消息马上派出一只队伍火速前往 而5号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遭遇 还在花园跳来跳去 结果一不小心才死一只蚂蚱 心软的艾莉指责5号过于鲁莽 但5号认为其他生物与自己一样 是可以重新组合装配的 艾莉只好重新为她解释死亡的含义 顺便告诉5号实验室已经派人过来抓她 而她将要面对被拆解研究 这时的5号才明白拆解就意味着死亡 瞪大的双眼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爬上餐车 抓过身边的说明书迅速翻阅 掏出随身携带的工具启动汽车 挂挡踩油门一气呵成 晃晃悠悠地朝着公路驶去 艾莉担心5号的安危 立刻追了上去 从后面打开车子的挡板 直接爬进了车里 在艾莉大呼小叫下 5号便开启了她的逃亡之日 餐车摇摇晃晃一路横冲直撞 顺着公路开到了郊外的湖边 好在艾莉及时地提醒 5号这才控制车子停下 可博士还是按照定位找到了这里 吓得5号赶紧躲了起来 艾莉只好下车与博士解释 称5号并不是普通的机器人 不仅可以自主思考 还有自己的智慧 可博士觉得这都是天方夜谭 艾莉只好叫5号出来自己证实 胆怯的5号说出自己有生命的话 瞬间惊呆了两位博士 而就在这时 军方的大兵也赶到了这里 二话不说朝着5号开始射击 而5号为了不伤害人类 只对附近的快艇发起攻击 眼看5号的伤痕越来越多 用不了多久就得报废 危急时刻 罗比博士还是站了出来 选择关闭了5号的电源 让大兵们把他送回实验室 看样子5号还是难逃被拆解的命 城市的机器人突然睁开眼睛 环顾四周后发现了一把扳手 而车上的二人还浑然不知 紧接着机器人调整部件加起扳手 调整位置顺势一丢 准确地砸中电源开关 看到自己还未被发现 接着伸出随身携带的工具 为自己修理电路 再找来合适的部件为自己更换手臂 这时拆下来的手臂滑了下去 发出的声响还是引起随行人员的注意 机器人随即摆出战斗状态 吓得二人赶紧停车逃命 接着拆下座椅 在二人错愕的目光下 调整后视镜的角度便急驰而去 她原本是实验室开发的战争机器 却因为被雷电击中 导致直接进化成了智能机器人 现在她开车准备前往爱丽的家中 爱丽是她的朋友 也是唯一相信五号是个有生命的机器人 看着五号完好无损地回来 也是为她感到高兴 可爱丽还是答应只留她一晚 早上五号为了报答爱丽的收留 按照书上的步骤为她做起早餐 结果可想而知 整个厨房被弄得一团糟 这时爱丽的前男友找上了门 因为五号的悬赏已经到了2.5万美刀 当听到工厂的名字五号瞬间逃了出去 接着便把爱丽前男友的车拆的708路 还不忘用激光教训她一番 狼狈的她赶紧逃跑 爱丽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想到了罗比博士 如今也只有她能帮助五号 于是便将罗比约到餐厅见面 希望她能明白五号不同于普通机器人 并不是那些只会按照程序运行的机器 而就在双方交谈时 军方早已派人埋伏在周围 早早放出其他型号的机器人 唯独五号 已经进化的五号哪会吃亏 直接抓起泥巴呼在了一号的眼睛上 上去就将她的电源关闭 又梦出陷阱成功将二号倒挂在树上 接着来到餐厅 用桌子阻挡住对方的攻击 带着爱丽便驾车离去 结果军方的人穷追不舍 五号直接朝着前方的大树发出攻击 倒塌的大树形成路障 这才将他们甩掉 这时三个被五号改装过的机器人突然出现 怪异的动作同时说着奇怪的语言 这下罗比不得不承认五号真的进化了 而离开的五号并未远絮 再次回到罗比的车子 用激光毁掉了电台 将罗比带到自己的藏身之处 打算敞开心扉与他好好聊聊 原来五号机器人把线路重新编排 成立了自己独有的系统 不死心的罗比还要测试一下五号 找来一张白纸倒上咖啡 让五号看着上面的图案发挥想象 结果很明显 他完全拥有了人类的想象力 所有人这一刻都为他高兴 结果这时军方的大兵再次追到这里 罗比只好和爱丽与他们周旋 想为五号创造逃跑的时间 结果对方发现了五号直接开火 甚至动用了武装直升机 在强大的火力下 五号没有丝毫抵抗能力 不一会就被轰成了碎片 失去五号让爱丽十分悲痛 作为他的创造者 罗比更是痛苦 带着爱丽便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就在二人还处在悲伤的情绪中 五号突然从杂物中钻了出来 这让二人激动不已 原来他用废弃的零件 制造了一个替代品 以此来达到真正意义的逃脱 接下来罗比盛情邀请爱丽 一起带着五号去往另一个城市生活